不好意思 剛才無緣無故 我的手機又輕了 也不是第一次的 講到差不多 興高采烈的時候 它當然是和我輕了 好 用第二部手機試啤 打動你去講 你看這個 我們不是有預言 實際上一早已經登了出來 8 月 20 日的時候 他們的歡迎來到香港中文大學 恐怖分子訓練營 當時有三百多名 中大學生在這裏 百萬大道還是什麽呢 新亞書院和崇基 洞牌在這裏 這個就是本土 港獨 究竟搞什麽 作為校長的 你當日不知道 第二天看報紙你都知道 有沒有做過任何事 段崇之 還有這個副校長有沒有做過任何事 沒有做過任何事 所以 這個也是誠大 科大 那時說什麽 十月一號斷交日 十月一號是國慶來的嘛 他竟然說斷交 今天我們看得相對清楚 相對清楚 當我們見到這件事發生的時候 從歷史裏面慢慢去撈回所有的東西 看得到 你會看得更加清楚 將何君堯 貼在地上踏 多謝你 能夠可以在你的鞋底上承托得起你 這就是一個承擔 多謝 我就是會努力為眾服務 這裏還寫什麽 朗平天橋君堯的陰絲路 大頭想貼滿地 你太包掌我了 但是 我就當我是一種 一種鼓勵 我會努力做好它 好 這些我們已經看得到 不再展示了 那還有些什麽 基本上 我就想和大家講最後 今晚這個節目裏面的一個小小的總結 在目前的這麽多的事態裏面 我們必須要認清了究竟後面的大台是什麽 是不是一班學生能夠可以動員得起有這麽龐大的物資 還有這麽大的所謂的供應 來給他們 你看到在中大裏面的體育場 還有很多地方裏面 有很多物品等在這裏 誰出錢 你不是未經過做學生的那個年代 什麽都是捉襟見肘 你有錢你就不會去補習 今時今日就算你老爸很疼你也好 你有錢你也不會去大方道請人吃 更何況 你也不會出錢來買這麽多物資 來貼其他好兄弟的 所以這個一定不是自己科水出來 也不是自己夾錢出來 一定後面有人打本 有人做這個統籌等等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這六個月裏面的事情很清楚 有大台 有統籌 也有這麽多家學校串聯在一起 整個大學系統裏面的教育管理 是出了一個最大問題 剛好在昨天這個財政的財務委員會裏面 做什麽事要撤掉它 有什麽有物 實際上我關心的設入點 在周四周三周四的時候大逃亡 回到台灣的 原來不說不知道 例如從台灣過來香港讀書有1000多名學生 已經有二百八十幾個 受不了坐飛機回到台灣 從歐洲美國過來的交換生 都有幾百人 接著馬來西亞新加坡過來的也不少 在韓國內地生 聽說現在在我們的大學系統裏面 九大不是八大就是九大 我們的學位 靠內地生來支持住 尤其是研究生那些 差不多是超過一半以上 是內地的學生 經過這次的事件 在學校裏面 形成了一種排華 叫我們內地的同胞學生朋友 叫支那人 你回大陸我們香港不歡迎你 你這樣的說話都說得出 你老爸老母都是從那裡過來 你用這樣的態度來去侮辱你 不是侮辱現在內地過來的朋友 是侮辱你自己 你現在血流的基因 你身體上的細胞 你以為你真的脫胎換骨 變成日本人 變成香港人 香港什麼人呢 香港什麼人呢 香港是廢人 所以在這種情況裏面 我們要搞清楚 為何我們的大學制度 會令到這些人 連最基本的思維 基本思想都沒有了 這個不是一年班 是大學一二三晚 但是今年還要畢業那一班 這樣的情況裏面 加入社會裏面辦事 我想真的離譜了 所以我就覺得 這次的事件裏面 究竟帶來整個整體香港的大學制度 的衝擊有多大 將來的學生不過來的時候 我想你真的八間可以合起來 只有兩間 炒一碟而已 在這種情況裏面 如果是對我們未來的發展 有嚴重的影響的時候 學生的數量 趙降的情況下 我們還在這樣的不明朗因素 來擴建某些學校的校園 的確又要小心多一點 所以我就不是說 因為遷路了大學裏面 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所以我們就斷了它的米 斷了它的糧 當然我心裏面 都有這樣的傾向 仍然我都是客觀 我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究竟在這件事裏面 帶出來的對香港的大學制度的 負面影響有多大 有沒有去評估過 如果你不評估 你走來和我們拿十幾十億來 這裡又擴建 那裡又擴建 我覺得錢這樣花就不是很安全 好 今天跟大家談到這麼多 第二部份也夠時間 今天為何早點開機呢 本來我做完之後 我打算去看看 930的神奇旅合 開心一下 好 今天講到這麼多 祝大家有一個開心的周末 暴亂反正 破格求變 格酒大耀廷 仍然是我的主要任務 多謝各位 晚安 你會想看 我做一個 我來看 我來看 我來看